在《贺岁片西游记女儿国》中是扮演女儿国国王的当红小花赵丽颖,是圈子中著名的拼命三娘,虽有纸演员滥用替身,但她经常亲身拍摄辛苦戏份,结果浑身伤,年前她拍电影《公所沉香》的骑马戏师弄伤腰椎,自此无法久战,曾被爆料不用入镜时经常蹲下,受伤的几股明显突出。 去年她拍综艺节目时也弄伤膝盖,而她去年主演电视剧《楚桥传》点击也达到新高,当中在拍起马戏时虽有阴影,但仍能硬上,未配合角色更从94斤瘦身至不足80斤,虽然伤患传身,但她今年会有八部作品排队上映,足证人气。